何君堯議員 多謝主席 我是對修改目前醫生的註冊制度的做法表示支持 只不過有幾件事我很希望局長跟我解釋一下 第一點就是從各方面的數據 我們醫生的數量是不足不增的事實 因為之前我們在不同的委員會裡面討論了 我們目前剛剛接近每1,000人裡面有兩個醫生的比例 在未來2030、2040裡面有多少短缺的文件裡面有介紹過 也看到澳洲每1,000人裡面有3.8 那個很高 按照我們如果現在的那個數字的projection 你說我們欠了1,000多或者900多至1,600左右 你可不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數據 有一個projection 有一個chart也好 按照我們現在就750萬人 2030將會有多少百萬人 如果我們要瞄準指標是什麼呢 以新加坡是2.5 美國是2.6 然後英國是3 澳洲是3點多 那麼我們想愛多少呢 現在你愛的數字短缺了之後 成出來我們的ratio 就是2點多 你給我一個數字短缺了 我們很想呢 第二 是照顧到我們的病人 不要讓他們等那麼久 這是共同的目標 有些人說我們花了兩千多億 我們的司法施政報告裡面 花了兩千多億裡面 翻身和建造這個硬件的醫院方面 那就要做 錢就扔下去 原來醫生不夠 所以我們這個支持就要排放 引入多些醫生來 不單止我們目前現在的兩間大學裡面 那個數量有學生的數字在 都是不夠 所以我就要引入這麼多回來 這個背景再展述清楚 是有利於你這個跟大眾解釋的 那麼我就希望第一件事 你早做它 第二就是 整條條例裡面 我們改的是Section 14 無論是C也好 G也好 但是有一件事我就是不太明白 平常就是我們交給醫務衛生 醫務處 是不是 醫務 根據Section 10 就應該由這個醫務委員會去admit 那些醫生的嘛 那他那些是哪些出來的呢 基礎 又是指定了 Schedule 1B裡面的institution 過來 包括我衛生署 醫務衛生署是幫我們檢定入行的人員的質素 這個OK的把關 但是這次我要開闊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開一條特別的渠道 你為什麼不開一條特別的渠道 我醫務衛生署 加上HA最大的持份者 兩個人 就已經可以開一條新的toe road出來 只要你滿足到我們HA的需要 我看過你在巴基斯坦 孟格拉在印度 個個都是名醫來的 想過來這裡 那可以 總之我HA和Health Department 兩個合起來就已經admitted admitted就可以了 我還需要去醫務衛生署 就給他那些人來看 明知道那些 他有利益的衝突 有多緊張就收多緊張 我看到你很多政策上 無論你social welfare也好 或者什麼也好 你admitted那些 或者town planning也好 政府做事當然有一條特別的通道 我相信你政府 你政府有水平的嘛 你政府說什麼 只要我們認為OK 那個渠道就以後 由政府指定一兩個機構 拍板就可以了 不用再 咪咪摸摸搞一頓 那你現在改這條條例 我就希望你解釋給我聽 遲些我就會再審查一下內容 究竟你會不會給一條特別渠道 醫務衛生署署長加HA 拍板 認同了哪個人可以來 和梳尼閃就閃 那你進來就行了 還用不著給醫務衛生署來 去隔這麼多渣 我們要去唱達服務 我要auto-toe 我要你快捷這些醫生進來 還有你admit多少 現在你的數字是2030 我就差多少 實際上你的scheme 你想admit多少 你有一個指標才行 做事沒有指標 沒有答案在的時候 你一直在那裡 堂背腦中 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動來動去 這個條例的修訂 我不排除 我會入CSA 我要求給你寬一點的權利 你HA和Direct of Health OK的 我就給你了 主席 應該是這樣做事的 為什麼要等到醫務衛生署 我先問了第1回合 Thank you 副部長 是 多謝主席 第1個 第1集的問題 關於數字 我們都 在推算上 剛才文件都解釋了 什麼年度 生幾多個醫生 帶來 如果填滿了那個額之外 人口和醫生比例 變成怎樣 或者我們會後補 補充 你補充就可以了 我計到的 好 第2就是關於機制的問題 其實現在 那個新的設計已經非常簡單 只是有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它是基於客觀的標準 定一些學校 因為我們這個新的途徑 是免了考執業事業 但是有其他的方法 是保證它的質素 譬如說拿了專科資格 都要做多5年 5年在職培訓 5年在職的觀察 合水準 才可以正式執照 所以這個途徑當中 其中第一個 我截一截你 不好意思 主席 很快 Section 14 G 裏面 特別註冊委員會裏面的組成 有123 4 6 7 8 9 10 哇 好多人 其實就是處長和HA 因為你admint了這些醫生 進來都是進入你的架構裏面做事 你還問外面那些幹什麼 香港大學醫務院院長 你不用問他的 因為現在不是他 他來去say yes or no 是他做回自己的學生培訓 這個是特別渠道 進來你HA 最重要的那個持份者就是HA 你還找那個人坐在那裡 一他沒有空 二已經忙到媽媽都不認得 三 主席 我們當然想在這個機制的設計 都被市民 簡化 簡化 最重要是快捷 有一定質素的保證 所以其實 質素就已經你是 我相信你是 難道你已經沒有質素嗎 我們多謝議員的意見 都可以聽到的 我對你好有信心 100% 那還弄完那些幹什麼呢 你開會要快 就是等於這個會 我們想到今年年尾之前通過 我們開一兩個會就算數 然後做CSA 就給一條搶達服務 有一條Auto Toe 讓你直接行直過 我相信你就相信你 要麼不相信你 我就不給你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多謝議員的意見 謝謝 好 麻煩 然後有鄭松泰議員 是 麻煩主席 我先問一些基本問題 第一件事 這個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其實無論是在公眾層面 或者醫生 或者醫護的專業界別層面 都有一定的爭議和相確 我想問的就是 我們的條例 草案委員會會不會舉行公聽會 那相關的安排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要說清楚 為什麼是有那個安排 即使說即使不舉行也好 現在以所謂的疫情來講 那個不是一個效率 第二件事 就是在整個修訂條例草案 剛才我不是聽得清晰 其實局方有交代過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基於的 就是關於對於醫護人手 尤其是醫生的人手的需求 有講過 對於往後香港 即是未來的需要的一個估算 一個預算 但是同時其實 在我想三至五年的時間 醫管局其實都面對著 可能有些醫生或者人員流失的情況 最近也有相關的討論 就是說有醫生也有表示 醫管局好像那個人手的流失 是需要注意的 那為什麼先不去止血 然後就想這些方法去輸血呢 那我想 就是我不知道這一刻會不會有 最少在這三至五年裏面 就是一個具體 在醫管局裏面 那個醫生的人手流失的數字 第三樣東西 我都希望的 就是局長能夠去清晰回應 因為剛才你聽 就是最少有張宜然議員 他發言的時間 他都有提出過 就是他會就住 這個修訂條例裡面 尤其是爭議性最大的部分 無論是建制或者其他的看法 那關於現在的修訂方向 就是會去容許所謂香港永久居民 是就著相關的條件 可以免視作為一個註冊醫生 剛才張宜然議員也提出過的 就是他會就著這件事提出一個修訂案 就是會擴闊到一個非本地居民 非永久居民 都是可以在這個修訂裡面 包括在內 那我想問的就是局方的取態是怎樣 是不是即使有建制派的議員 或者其他議員 是提出一個修訂案 就是修訂了你這個條件 就是香港永久居民 變成非永久居民 你都會照樣把這個修訂案放上立法會 還是你有一個基本的立場 就是說在當中的條件底下 有一些條件其實你是不會去作出任何的修訂 也就是我們眼中所謂的妥協 因為那個是改變一個根本 我們對於這個修訂案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局方以客人清晰去講清楚立場 至於第四個問題 就是關於特別註冊委員會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關於委任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由特首是全權委任 而不是交給界別 在一個部分上能夠在界別裡面選出他們的委員呢 那那裡是要去清晰交代那個安排 謝謝主席